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什么是安姐 平时大家买回来的鸡蛋是放在哪里保存呢? 不少人都会将鸡蛋放在冰箱里保存 那么这样做法是正确的吗? 那么今天就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 说到鸡蛋可是非常有营养的 我们几乎每天都吃鸡蛋 那么买回来的鸡蛋放在冰箱里有很多的注意事项 大家有所了解吗? 第一,鸡蛋放冰箱之前是不需要洗 因为我们买回来的鸡蛋在蛋壳上多少会有一些脏东西 比如鸡粪等千万不要洗 这些是鸡蛋的保护伞 起到的作用可以防止水分丢失 还能阻止细菌入侵 如果清洗的话,反而能够加速鸡蛋的变质 第二,鸡蛋正确放置 鸡蛋存放的时候要看大小头 大头朝上面 因为鸡蛋大头朝上的话 蛋壳和蛋黄的中间会有一个气势相阻隔 就不会出现蛋黄发散的情况了 第三,要注意的事项是鸡蛋不要反复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的鸡蛋取出来之后不要再放回去 因为室内的温度和冰箱的温度是有所差异的 这样就会让鸡蛋出汗 那么病毒和细菌随着鸡蛋上面的小水珠就会渗透蛋壳 这样更容易加速鸡蛋变质 所以大家要注意以上几点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所以冰箱最好不要放鸡蛋了 那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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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